听到音乐声洋洋忍不住手舞足道 模样超可爱 妈妈难以置信 出生才四个多月的她 竟然莫名咬折了 妈妈说 儿子交给保姆照顾两个多月了 9月16号一早 接到保姆的来电 说正在送医途中 结果孩子就此没有醒来过 保姆一开始说 事发当时 孩子是抱在手上 后来又改口说是躺在床边 而保姆自称睡着了 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当中疑点重重 他只依保姆隐瞒事实 延误抢救 还说事发前两天 社会局才到保姆家机查设备 一切都合格 怎么会事后要掉监视器 却发现没有录下影像 只剩下被剪断的线头呢 林汤立摆满了各式各样的玩具与零食 难以承受儿子来不及长大就走了 妈妈只求给个真相 别让儿子走得不明不白 TVBS新闻徐继红 台南报导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